小新现在超级冷 嗨大家好 我是小新 现在呢 小新来到了 位于北京的国家种植库 对 你没有听错 不是种子 而是种植 这个库呢 就是用来保存种植资源的 那什么是种植资源呢 大家就说是 种子是农业的 芯片 种植资源呢 是做种子的一个物质基础 也就是说 它是芯片中的芯片 没有优异的种植 是培育不出来 优良的品种的 严检意外来说 就是一种携带 有遗传信息的载体 那每一份种植资源 都是需要经过哪些工序 才能够入库呢 它有哪些作用 下面呢 小新带你去揭秘一下 那我们种子在入库之前 要经过一系列 比较标准的一个入库流程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进行发芽 那么一般形容下呢 处置发芽率要高于85% 我们才可以入库 那你现在看到 就是我们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这个 发芽前的一个准备的一个工作 那么对于我们已经 保存在库里面的材料 大概每十年 我们拿出来进行一个 活力的一个监测 如果发现这种活力显著降低了 我们会立刻进行这个繁殖更新 然后再重新再入库 然后我们要把它降低到 一定的含水量范围 然后给它密封包装好 再放到比较适合的 低温的像零下18度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它的寿命才能延长到50年以上 我们库存的主子 32年以后 它还肯定照亮 蒙发 然后形成这场竹竹 那么如果只是普通的 放在室温下 保存的话 因为它一年 它的存分比就已经很低了 上面有它这个 我们叫做这个 身份证号一样的 还有库编号 还有名称和入库时间 那我们工人员 可以通过扫描上面的信息 那么这样的话 每一个盒子 或是每一个框 在我们库里面位置 就可以进行 算好一个定位了 这个零下18度 冷库的这个库门吧 整个库的这个温度呢 是零下18度 所以小新现在超级冷 它的这个保存方式呢 也非常多样 那像小新身后的 这些铝罐里边放的 就是大家熟知的 小麦 玉米 或者是水稻的种子 那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试管苗 或者是超低温保存的方式 那我们这块 大概就是保存了 下概300多种作物 保存了45.6万份 库里边保存的种子资源呢 首先来说是必须是有价值的 第二条来说 保存的种子资源呢 是不能够重复的 最主要的作用呢 一个是干涉准备 当灾难发生的时候 或者说当需要的时候 从它里边能够找到 第二个方面的作用呢 就是说是 它从保存的这些资源里边 能够找到现代品种 没有的一些优异基因 把这几个优异基因呢 重新用到现代品种中去 有两个长期库 有十个中期库 有43个种子谱 现在我们收集保存的 种子资源呢 大约有52万份 就是在世界上位居第二位的 现在呢 我们国家启动的 就是第三次 全国农作种子资源普查 我们这个新的种子资源库呢 设计的库容是150万份的 新库建成以后呢 是在库容信息化 自动化方面来说 应该是世界一流的 这样呢 对今后的整个的 那个什么粮食安全 它的保障呢 它就会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 一个基础的支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